随着圣衣神话御夫座的发售 目前发售过的白银圣斗舍一共有9款 按照发售时间顺序 它们分别是天琴座 阴仙座 蜥蜴座 蛇夫座 天鹰座 天剑座 地狱犬座 乌鸦座 和最新的御夫座 算上今年混产公布的半人马座 目前一共有10款 而原则中登场的白银圣斗舍总共有16位 所以目前还没有发售计划的有6位 它们分别是猎犬座 白鲸座 巨犬座 银银座 五仙座 和仙王座 按照本人的期待度 剩下白银圣斗舍里面最期待的天鹰还是仙王座 作为仙女座顺的师傅 仙王座有着帅气的外表和超强的实力 个性也非常的稳重大气 是一个相当有人气的角色 但是仙王座有一个不利的因素 那就是它的漫画版和动画版的人设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万代是有可能因为不知道如何取舍 所以干脆就不出了 白鲸座也是一个比较有希望出的角色 毕竟曾经在展会中登场过 这款变数比较大的还是在素体的问题上 其实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其他身材比较高大的明斗士和白银案 也都是可能用到这个素体的 和上面两个角色相比 白鲸座的基友猎犬座希望应该是最大的 这个角色在设计上就是没有什么难点 而且还可以和魔灵和西域座互动 所以我大胆猜测 万人马座之后 如果还有白银 那就会轮到这一款了 炮灰三人组巨犬 银银和五仙座 属于人丑细分还少的那种 而且这三款都有各自的问题 五仙座的身高比白鲸还高 不仅高还很胖 银银身材又太矮小 巨犬相当来说还好 但是这三个人物 应该是属于那种要出都出 要不出也都不出的情况 所以很可能这个巨犬 会被另外两位连累 最后出不了 除了原作中的角色 动画也原创了一些 疑似是白银圣斗士的角色 它们分别是蜘蛛座 孔雀座和莲花座 蜘蛛座如果不是我为了做视频 都已经完全忘记这个人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在星矢为子龙 去取治疗眼睛的生水的时候 这位蜘蛛座的圣斗士 袭击了星矢 最后在钢铁圣斗士 天之祥的帮助下 两人合力把他击败 我觉得蜘蛛座唯一的希望 就是可以和钢铁圣斗士联斗 不过总的来说 属于最没有可能出的一款 孔雀和莲花 作为沙家的两位徒弟 在动画里 可是把他们师傅的口碑给坑敞了 按理说 这两位存在感并不低 就看半代 想不想把这段 沙家的黑历史给拿出来了 只要想当年 像钢铁圣斗士这种原创 都有出过 所以这两位原创的徒弟 也不是说毫无机会 除此以外 其他的圣斗士像LC 翔电阻之类的 他们的产品线 都处在停滞的状态 所以说 他们中的白银圣斗士 想要出的机会 就更加渺茫了 最后总结成一句话 那就是 还是重生更有希望 OK 本期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喜欢生意神话 想要聊更多相关的话题 别忘了关注掏光源机箱 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